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菜一方心理师 你会不会很担心孩子的学习不够好呢 或者是你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学习动机 晚上看起来就是不想念书啊 或者是老师会说他上课打瞌睡等等 你的孩子有以上的状况吗 那其实我觉得呢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从一开始就放弃学习 你的孩子在学习这块一定曾经努力过 只是为什么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副消极 然后要放弃的样子 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孩子 他是经过很多很多次不断的努力 但是他却总是考不好 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挫败 导致最后孩子产生了习得无助感这样的状况 就认为他的努力是得不到回报的 那如果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状况 那父母还可以怎么帮助他呢 那我自己很喜欢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这个心理学派中提到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口诀叫做 目标 例外 跟一小步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目标 那很多家长都会跟孩子说 不要滑手机 不要滑手机 但是你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孩子并不知道 他不要滑手机 他要去干嘛 所以应该要把负向的目标 转为具体 然后又正向的目标 比如说你的认真念书的定义是 每天要可以坐在书桌前20分钟 这样你才叫做认真 那这样可能孩子就会很清楚 目标是什么 好 那第二个部分是例外 那其实很多家长就会跟我说 他就是都很消极啊 很摆烂啊 他都没有在念书啊 但是当你这样跟孩子说的时候 孩子可能会很反弹 比如说父母就会说 你总是在滑手机 你每天都不认真 孩子就会说 我哪有总是 我哪有每一次 我们可以想想看 今天你是一个胃口很好的人 应该也曾经有吃不下的时候 比如说你失恋的时候 或是肠胃炎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问题行为放得很大 但是再怎么样整个晚上都在滑手机的孩子 他也有可能会有短暂的时间是放下手机的 所以就我们刚刚的目标是希望孩子可以坐在书桌前20分钟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有没有什么时候他曾经坐在书桌前过 这些其实都已经算是孩子的例外事件 好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一小步 你可以跟孩子讨论 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他可以坐的一小步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要在书桌前认真念20分钟的书 他首先需要的是他要先把手机收起来 或是比如说放在客厅或是观禁营 那这个一小步要是孩子真的可以达成的一小步 不要一次就太困难 好那第四个就是强化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当有例外事件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你今天就观察到 今天孩子蛮认真的 他坐在书桌前10分钟 这时候你可以问孩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通常青春期的孩子 他就会跟你回答说 还好 随便 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问局还是很重要 因为你有这样问 代表你有看到孩子的改变跟进步 那这个时候爸妈也可以告诉孩子 你的改变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比如说跟孩子说 你今天有在书桌前看10分钟的书 妈妈觉得好感动 或者是说你上次数学没有考好 但是爸爸看到你很努力的弄懂他 爸爸觉得很感动 让你们的关系成为孩子改变的力量 那很多家长就会跟我说 他只看5分钟10分钟怎么算是改变或进步呢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从这边开始 因为孩子不可能明天就从60分变成80分 他也不可能明天就突然爱上学习 只有我们一点一滴的看见 从每一个一小步推进 因为每一个小改变就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小改变 终究有一天这个小改变累积 他会变成一个大的改变 那在这个同时 你的看见你的相信 你看见孩子每一个小小的好 你不利于肯定他 这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 其实都会很希望被别人看见 谢谢大家